要受到冷气团的影响 今天清晨平地最低温就出现在宜兰 只有13.6度 那么预计这波大陆冷气团 将会影响到明天 那么也由于现在是阵风春更季节 今天一早呢 台北市北投桃源国众学生 校方就安排这些学生 卷起库馆来体验插秧 但由于一早台北其实还是蛮冷的 因此不早学生是边尖叫边夏天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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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赤脚踩进豆铁立刻深陷泥地 寸木内行 又冰又冷 学生们尖叫声连连 春天浓跟热 顶着低温16度夏天 擦阳去 就像白椒吧 白椒黏住雨 然后椒冷藏一样冰 冷 然后因为是第一次 所以我觉得有点诡异 踩下去就感觉很诡异 透过这个实际体验的过程 让它知道说 这个每粒米都是来自不易 都农夫很辛苦的成果 即便天气冷嗖嗖 人教不习学生们的热情 在豆田中玩得不亦乐乎 适逢冷气团来袭 台南一北清晨 低温约13到16度 高平和台东地区约17到20度 各地的温差都不大 那温差比较小的地方就在北部 东北部可能白天高温和夜间低温 只有三度左右的差异 其他地区的温差只有六七度 提醒大家多多注意保暖 这波冷气团在星期四会减弱 天气逐渐有回温趋势 不过最近水晴吃紧 周一水利鼠也进行人工增雨 增加自然降雨的20% 但是气象专家说 还是可以积少成多 中午开始水气也会增加 连续降雨的几率也会比较高 北部以及东半部都有局部雨 星期四以后 虽然冷气团在减弱 可是各地温度回升幅度并不会很大 甚至星期四星期五这段时间 在华南雨区影响之下 北部东北部下雨时间比较长 会下震雨 其他各地也有短暂震雨 根据未来一周气象预报 将会陆续有封面通过 水利鼠也将把握机会 适时实施人照与作业 这简直是吴丞翰 吴梦亭台北部到